據《華爾街日報》星期四報導 中國電商巨頭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 準備放棄從阿里巴巴分離出去的螞蟻集團控制權 徹底離開他一手創建的阿里商業帝國 在過去超過一年裡 中國的監管當局對阿里巴巴和螞蟻集團進行嚴厲整頓 今年57歲的馬雲也成為這次整頓的主要目標 當局這次整頓的一個目的似乎是削弱螞蟻集團對馬雲的依賴 2020年以網絡銀行為主業的螞蟻集團 在美國納斯特克上市前的最後一刻 被中國當局緊急叫停 要它上市融資340億美元的宏偉目標付諸東樓 如果螞蟻集團上市成功 它的市值將達到3000億美元 螞蟻上市計劃取消後 監管當局就開始對它們的業務結構進行整頓 將螞蟻集團從一間網絡銀行改造成一間 只能從事股權投資和管理 而不能從事金融業務的金融控股公司 馬雲在2019年宣布退休 放棄了阿里巴巴掌門人的職位 但他依然掌握著螞蟻集團50.52%的公司股權 再加上他本人巨大影響力 所以中國監管部門認為 在這樣的情況下螞蟻集團很難擺脫馬雲的影響 路透社之前曾報道說監管部門不准馬雲掌握螞蟻集團股份 而且還不准它將目前的股權轉移給阿里巴巴等 與它關係密切的個人化一個體 就是說當局的去馬雲化的目的 是要馬雲完全退出 韋家日報說馬雲放棄對螞蟻集團的控股權 將代表著最近流傳的螞蟻再次上市的計劃推遲至少一年 中國的證監部門說如果企業控制權在最近三年當中發生變更 這間企業就不能在國內A股市場上市